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集成学习顾名思义 他想把很多东西集中在一起 它不是一个特定的算法 它是一个大的算法框架的门类 这幅图大家一看 诸葛亮 我们古人云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当然那个皮匠 其实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口误 其实应该是皮匠 就是三个副匠 这三个副匠 其实每个人可能经验值 什么战斗力都不如诸葛亮 但是他们合在一起 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同样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也会看到很多 这种集体决策的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在一些选秀节目 这些评委会去打分 或者让你pass或者fail 或者说给你打一个分 为什么会有这样 需要这么多评委呢 如果所有的评委都打同样的分 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必要 找这么多评委 同样开会讨论问题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坐在一个圆桌上 就感觉好像人人都有同样的发言权 有的时候呢 可能像是右上角这边 老板坐在这 然后其他的这个管理人员坐在两侧 这个老板的发言权呢 可能就会大一点 然后在美国 比如说美国几年会有个大选 或者州的选举 选总统 这个时候呢 他会有个标语叫every vote counts 每人都有一票 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 比如说你是受到高等教育的 还是普通的蓝领工人 每人都有一票 都有同样的一个发言权 这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这种集体决策 或者共同投票来确定一件事情 这样的例子呢 是屡见不鲜的 我们现在就要考虑 如何把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例子 把它转化成为一个算法 什么是要集成学习 我刚才说了 我们学到过很多很多的 一个一个的分类器 有的分类器很强大 有的分类器呢 相对比较简单 没有那么强悍的功能 但是呢 集成学习 就是要把这些分类器 非常有策略的 先要生成 你要生成出 十个八个五十个一百个 这样的分类器 然后呢 再把它们combine到一起 一定要注意 是strategically 一定要非常有策略 你不能随便去把它combine 就像我不能随便找几个人 然后我问他们的意见 我一定要是 经过精心挑选的这些人 来让他们来回答 某一个特定的问题 要根据大家共同的这个答案呢 来做出我最后的一个判断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其实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 有的时候呢 你这个模型 它可能不够 不是很强大 或者不够强大 所以我们要提高 它的这个performance 比如说它的准确率 现在是89% 我想要达到95% 怎么办 我可能就得多找几个人 来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一个好汉三个帮 一个篱笆三个装 也是 我一个分类器 达不到那么高的准确度 我多找一些 大家共同来去做 第二个呢 可能同学们不是特别熟悉 这其实是个叫modal selection问题 给你一些数据 然后你去训练一个模型 你可能会训练出 各种各样的模型 就像在神经网络当中 你不同的初始值过来 你最后收敛到的神经网络 都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训练出 十个八个神经网络来 我到底用哪一个 这就是个modal selection问题 在机器学习当中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 但是又不是特别好 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集成学习 就可以去从这两个方面 来去给我们带来 很大的帮助 集成学习呢 因为它有很多分类器 有的时候呢 又被称为叫多分类器系统 集成学习呢 我刚才讲到 它不是一个算法 大家一定要记得 说到集成学习 不要想到说 就是一个算法 它是一大门类算法 它包括bagging和boosting 笼统来讲 bagging和boosting 这两个本身 还都是两个算法门类 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算法 所以我们只是讲一个 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我们学一个知识呢 要搞清楚这个知识点 在整个知识框架当中 处于什么位置 我们从根结点看 机器学习 然后分为监督的 半监督的 无监督的 监督学习里面 大家有分类问题 分类问题呢 又有单分类器 或者多分类器 多分类器当中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集成学习 然后呢 又分为boosting和bagging 大家要了解 我们今天讲的课的内容 在整个机器学习领域当中 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其实集成学习 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 我有一些输入特征 我假设已经有了 这个时候我不考虑 这个特征选择问题 我已经有了一些输入 传统意义上来讲呢 不就是给个classifier吗 对吧 随便找一个分类器 把它装进去 然后一个输出 0或者1 正1或者负1 就完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 集成学习了 同样的输入 我会给不同的分类器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 我找你们十个同学 都作为输入 你们每人都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给我一个答案 可能有的说东 有的说西 有的说选A 有的说选B 然后把你们所有人的意见 综合起来 这是这一块 combine 你要把这些意见 把它combine到一起 最后形成一个决议 我们到底选A还是选B 这个事情本身 听上去就是非常一目了着 非常直接 重点就在于说 我怎么样去找到这些分类器 而且它们每个分类器的结果 我怎么样把它扛霸 这是集成学习当中 主要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Model Selection 刚才我其实提到了 这给大家看个例子 你们就明白 我们有一个三分类问题 有圆圈 有Square 有Triangle 有三种类型 中间用深颜色标注的 就是训练样本 我们每次训练 比如说我拿70%数据训练 但是每一次我提取来的70% 可是不一样的 正是因为你的数据不一样 导致你训练出来的分类器 我们其实就是用分界面来表示 长得不一样 你仔细看这三幅图 每一个都不一样 而且每一个分类器 其实都有一些误判 都有一些判错的地方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 你有三个分类器 你到底选哪一个 这就叫Model Selection问题 你们平时不注意 你可能就是随机的挑了一个 其实你要意识到 有不同的分类器 你必须选择其中之一 你怎么去选择 这叫Model Selection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 我不选了 我为什么非要从三个里面选一个 我全要 我把这三个分类器 你看我把它画在一起了 然后我可以比如说 取一个平均 取完平均以后 你们看这个分界面 就比原来的每一个分界面 其实都要好 为什么说好呢 它把这三类样本 完美的分开了 而且这个分界面 长得还特别的平滑 这就是所谓的集成学习 我避免了说三个分类器 我必须挑一个 必须三选一 有的时候其实是很纠结的 你搞不清楚到底选哪一个 你又怕一不留神选错了 干脆全选 然后呢 去平均 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强悍的 这样一个分类器 还有一个呢 叫做Divide and Conquer 就是一个问题很大 我把它切成一些小的问题 更加容易去解决 比如说这个数据 长成这个样子 我要把圈和叉把它分开 那理论上 你就得画出这样的一个分界面 是非常复杂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分界面 是非常 就是非线性的 你怎么去生成 我可以直接了当说 好 我既然要生成这样一个 复杂的分界面 我就得找强悍的分类器 比如我用神经网络 我用SVM 我把这些数据 映识到高维空间 如何如何 你可以这样去做 但是呢 你也可以反过来想 复杂的分界面 其实是可以用很多 简单的分界面呢 进行一个拟合 比如说我要生成 一个圆形的分界面 圆形这个东西 其实是不好生成的 但是呢 我可以用一根线 两根线 三根线 越来越多的线 去拼出来这个圆形 大家其实可以想象 你用一根线去分 肯定误差很大 两根线稍微好一点 十根 八根 一百根 一千根呢 你就可能会形成一个 类似于在这个圆的外面 画了很多很多的切线 这些切线就可以组成一个 类似于圆形的区域 这就是divide and conquer的 这个基本含义 我不去生成一个 非常复杂的分界面 我生成很多简单的分界面 用简单的分界面 来组合出 这个复杂的分界面 所以集成学 它的很多思想 和我们过去 传统上理解的一些东西呢 会不太一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